新鲜肥肠放入盆中 加盐和白醋 反复揉搓 揉搓以后用清水洗去表面粘液 然后将肥肠翻过来 去除多余的油脂 洗净的肥肠 加老姜 大葱 花椒 料酒 在锅里面焯水 这道菜离不开我们四串的豆瓣酱 香料 我们用了香叶 小茴 桂皮 花椒 八角 白蔻 还有三奶 焯水以后的肥肠 捞出来切成小块 锅里加一点菜籽油 五成油温 下入香料 爆出香味 加入我们切好的肥肠 加一点高度的白酒 增香去腥 煸炒的过程中还可以加入老姜 一直要煸炒到肥肠没有什么水分 再加入我们剁细的豆瓣酱 开大火继续翻炒 让豆瓣酱的味道和肥肠完全融合 炒香炒出颜色以后 再加入清水 加入一点糖散 提色 加一点冰糖 增加底味 烫开以后 转中小火 加盖烧一个小时以上 中途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 再加入一部分的大蒜 一个小时以后肥肠就手软了 如果想吃更软弱一些的肥肠 可以增加烧制的时间 香料用筷子加出来扔掉 关火以后舀入小碗中 撒上小葱和香菜 豆瓣红通通的正中姜油红烧肥肠就做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